来举一句口才的知识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好 希望 不要持续 要是一大课 我是霍尔方总之学生 我参加口才班至少有七八十 106年进来的 我在参加第二次的口才班的时候 有听到霍尔方总之的一段话 那一段话让我作用无穷 然后记忆游心 老实说 黑几口才一定要有五台 有了五台之后 就要勇敢上台 不然的话 就会很容易被打回原型 哇 我一讲到我的原型 就是头皮发麻 痴痴发动 然后经常蹦蹦蹦蹦 那个声音就抖到 抖到我讲就出话来 哎 我怎么可以变为这样子的原型呢 就是多场面多尴尬 我就想说 那我干脆就持续来一起帮我们参加口才班 就这样子 就一直延避 延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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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 赖定了老师 手上口才这一条一路 五 这就是我的报名口才班 一直见的原因 然后 好 各位同学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 会利用晚上的时间 来报名上课 然后通知自己 我觉得你们都很有学籍之精 很有上进之精 要不要给自己来个掌声鼓励 勇敢的上台 来把话说出来 再加上过他老师的教导指导之下 我相信各位的口才 没有100分 保证你有90分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好吗